第3538集 这位是 宇文吉显然没有意识到 这个年轻的女子 竟然就是玄一门的新任掌门 这位是我玄一门新掌门 也是老祖唯一的孙女 宇文吉惊讶 她的修为已经是同辈之中 屈指可数的 此时眼前的女子 竟然有着不输于她的修为境界 甚至那僻逆之中 还有上位者的傲然不屑 看来这玄一门 远没有那么简单 隐世这么多年 还有如此妖孽坐镇 多谢云西掌门 宇文吉原本连结盟的诚意 都准备好了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谈成了 客气 玄云西冷冷说道 自从她的血脉之力 再次进化之后 修行之路就一日千里 甚至若给她足够的时间 她甚至能逼近爷爷的修为境界 玄鹤等众长老 也是知晓大局 尽数收起了反盘之心 而玄云西雀也如她所言 没有再追究当天的任何事 甚至还将掌门大权 交由玄鹤代为执掌 自己则是专心修炼 既然我们已结盟 我废话也不多说 我们明龙神殿寻找炼神古七已经很久了 附近不久前推演出距离玄云门百里之地 有最后的一处星湖之地 还请云西掌门借助贵宗之物 帮我推演出具体方位 玄云西点头 手中缠绕起一丝水源之气 一部散发灿烂神光的古典 已经凭空而起 正是玄天心经 宇文西此时 更是扯出一枚龙鳞 扔向玄天心经 玄天心经光泽 徐徐照耀在那龙鳞之上 强烈的太上气息 呈现出赤红色的滚烫光泽 将那龙鳞炙烤出了一滴鲜血 就在此时 玄云西在左手之中 凝聚出了一方水系的圆盘 正将那血液收拢其中 太上诸神赐我先福 诸神所说极为真理 诸神所指极为方位 一阵阵玄妙的咒语 从玄云西的口中发出 这水系圆盘之中 波涛滚动而后安静下来 竟然形成了一方水墓 水墓之中看到有一些人 正在耕种 他们身后是大片大片的星湖 找到了 宇文姬心头一喜 兴奋地说道 看来比想象的容易多了 万万没想到如此存在 竟然隐藏于玄云山脉 玄云西点头 直接将那水墓移动到 宇文姬的手中 化成一个光滑的水晶宝珠 还请掌门助我 宇文姬又道 玄云西美眸一宁点点头道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我们就出发吧 他并不希望和明龙神殿 现有太多的因果沾染 若不是爷爷的因果 他可能都会拒绝 眼下 尽快完成此事 才是王道 很快 玄云门和明龙神殿众人 已经朝着玄云西 占卜出来的位置而去 虚空踏碎 留下无边黑洞 星湖之地山水相应 赫然是仙气蓬勃 灵气充盈 彩霞漫天 灵光飘逸的模样 一群农耕之人 正热火朝天地 干着农活 仿佛这里并不是天人狱 还是普普通通的 一片天地 顺息见 几十道人影 已经站在了 那边界之上 但谁也没有 再迈出一步 因为在这一片 祥和之气的 星湖之地外 矗立着一座 炽热的光阵 整座光阵 笼罩着一片片 星红的封印符纹 每一块符纹 都爆发出 毁灭般的恐怖能量 宇文姬手掌化为龙形 轻轻地覆盖在上面 就仿佛有千万颗星球 同时爆发 整个光阵 都轰隆隆地震荡起来 剧烈炽热的火焰灾气 不断地冲击而出 主吠的热浪 汹涌而来 好强悍的封印 宇文姬神色凝重 急忙后退 已经化身龙曲 抵挡封印火符的袭击 这是堪比 盗灵之火的真火元气 轩云熙面容严肃地说道 如宇文姬所说 他们此行是为了 要寻找炼神骨气 那这真火元气 应该就是这骨气 淬炼神兵所用 那我们该如何进去 玄鹤闷声问道 对于这炼神 玄一门了解的 远远不如明龙神殿 此时还是得看宇文姬的 宇文姬看着这炽热的光阵 一时之间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但无论如何 既然有光阵为主 那说明 他们明龙神殿 终于在这最后一次机会 找到了炼神所在的位置 我且先去尝试几分 若是不行 只能强攻了 宇文姬认真道 玄云熙也点点头 在他看来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无非便是强攻罢了 对方只有一个 太上炼神族人而已 炼神存在 炼气无敌 但单论战斗力的话 恐怕是不足一提 在下明龙神殿宇文姬 特来拜见炼神前辈 一遍 两遍 三遍 宇文姬洪亮的声音 在这光阵之外 大声地喊道 光阵之中忙于耕种的人 一副置若罔门的样子 没有一人回应 还请前辈 看在我明龙神殿的面子上 何许我来拜见 事关紧要 实在不行 我等只能打扰了 宇文姬并不打算 继续耗下去 眼下最重要的是 见到炼神骨气 下一秒 他跟玄云西 交换了一下眼神 两人同一时间 对着光阵 发出了猛烈的攻击 一声巨响 迸发出的无尽气浪 将明龙神殿 和玄一门一众强者 都震退了数百米 可见这大阵 可见这大阵有多么恐怖 就算是太真净强者 也不可能在两人的一击下 完好无损 是何人 在我心湖之地撒野 光阵之中耕作的人们 此时脸上终于挂上了一次 恼怒的神情 一个个手中耕作之物 幻化成了巨大的双斩剑 杀意腾腾地 看向宇文姬一行人 并且呢 对于宇文姬 难以逾越的光阵 竟然对这群人毫无阻拦 他们一个两个钻出光阵 手持双斩剑 怒目而逝 无尽杀意涌动 这是他们的使命 他们果然可以听见的 玄云熙思索到 这群人现在被逼急了 才能出来同他们较劲 宇文姬一步踏出 颇为礼貌地攻守道 晚辈无意冒犯 此次前来 只是想要见古妻前辈 话音刚落 一道冰冷的声音便是传来 这里没什么脸神 也没有什么古妻 速速离去 玄云熙见子便向后站了一步 他不过是来帮忙的 这等讲理的事情 还是由宇文姬自己来吧 况且他该做的已经做了 也算偿还了爷爷当年留下的因果 几位 何须如此巨人千里之外 宇文姬倒是好脾气地说道 各位不妨帮我通报一声 若是古妻前辈不愿意见我 晚辈绝不打扰 哼 再不滚 就让你埋在这里 当一块守阵火符 那道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 很显然 这是一群守护者 而且这一块块的火符 竟然都是之前 觊觎恋神古妻的人的 隐身符咒吗 玄云熙忍不住 再次看向那团团似火的符咒 这一眼果然在其中 看到几次漆黑的 因果轮回的印记 这苍茫的岁月中 到底有多少人 为了恋神殒命在此 玄云熙不由地唏嘘不已 宇文姬见着守护者 如此冥顽不灵 双眸冷酷 大手化为漆黑的龙爪 隔空爆杀而来 此行 我本是为古七前辈 送上至宝 何必逼我动手呢 守护者冷亨一声 也不回答 手中流动着一丝 法则之光的双斩剑 瞬间架住 宇文姬的龙爪 雷光四射 那双斩剑 显然不是凡物 在宇文姬的龙爪的暴虐之下 显然不落下风 一击之下 宇文姬并没有接连 发动第二次的攻击 而仅仅是试探性地 看了一下对方的身前 可惜 只是握有神兵 本身实力一般 如此判断 也得到身后悬晕系的认同 刚才那电光火石的一招 与其说是这守护者反应迅速 倒不如说是双斩剑了得 紫物比天人玉的一些 法则神器都不遑多让 而且那双斩剑之上流露出来的日月光辉 显然是经过千锤百炼 将各种日月属性 一一敲打进了每一寸剑身 宇文姬心中已经无比地确定 古其前辈肯定在里面 守护者见宇文姬没有再攻 也不主动攻击 而是依旧愤闷地看向宇文姬 一副你死我活的仇煞模样 各位 我知道古其前辈必生溯源 此次前来 当真是大礼相赠 宇文姬话音刚落 手掌朝着虚空一探 一片流光溢彩的鳞片 出现在她的手中 轰隆隆地龙气席卷而来 万龙嚎啸的声音 猙獰地刺穿着众人的耳末 鳞片散发出的威压 让所有的明龙神殿强者 几乎都要按捺不住地顶礼膜拜 这是至唇至尖的龙威 虽然仅仅是一片鳞片 但此时却让所有人 看到万龙齐聚的场景 这 这竟然是万龙鳞片 明龙神殿的强者们 眼睛几乎要冲血 只因为这是传说中的物件 此时就这样被他们的少主 握在手里 万龙鳞片的珍贵之处 在于由万头万年以上的龙族 将他们周身最坚韧的鳞片 扯下来 此物乃是我明龙神殿至宝 极致坚韧极致刚强 非常适宜附在兵刃之上 我父亲特地叫我将他 献给炼神古七 希望能够成全他 炼制神兵的夙愿 然而 这些守护者避世多年 并不了解这万龙鳞片的 珍贵之处 就在宇文姬 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无奈之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你们先退下吧 守护者在这声音之下 瞬间如同潮水一样 退回光阵之中 手中的双斩剑 再次化为耕作之物